各位同學 大家早 謝謝大家今天願意在禮拜六十早的時間 來真的用心來錄上這門課程 因為這個課程是我們國家實驗醫院這邊主管 我們先請科技政制中心的主任 來為我們介紹今天重要的講者 郭協林 我們的同仁還有數位同學 大家好 很高興你們五十早就這麼早起來 相當難得 九十年對創業相當有熱誠 那我再介紹這個講者前 我先介紹一下郭先生 然後再講一下簡單的幾句話 那郭大金先生是中華開發的 工業銀行直接投資部的協力 他有很豐富的創業經驗 他之前在華系半導體 擔任過這個研發經理業務副總 有十八年的創業路程 那他在華系半導體 他在華系半導體 能不能來這邊給我們年輕人一些 分享他這些木製的經驗 那很趕 這個在邀請上是相當不禮貌的 因為感覺到幾天時間 只是郭先生們 他一句話說 他進最大的肯 他把他的資訊去看一下 那基本上 就把我們的Project 列為最優先 所以這個很爽口的 就答應 這個真的是要感謝郭協力 那我們下次再辦這個活動 我們會有比較重量的事情來 來準備 然後也來聯繫這個家政人 然後也給大家 有充分的時間 可以準備 那再講一個 再請郭先生的演講 我想 昨天跟大家講過的話 創業是一個的議程 郭協力院在辦這個活動 跟過去的活動 最大活動的地方 就是他不是一個比賽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歷程 我們會提供一系列的輔導 讓大家在最終 你抓到一個非常好的機會的時候 你準備好了 那很多時候創業 最終就是你看 你創業的這個公司 可能跟你現在提出的 可能完全不一樣 但是呢 這個過程裡面 你所學習到的 這樣選點第一 都可以聯繫到最後 就邁向成功的 這個總教的這個子彈 那實際上 我剛才有注意到說 我先脫了他一句話 他說 如果要給創業團隊的一句話 他就是建立長期目標 一步步累積要成功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對學習 副導管理裡面 一直帶來一步步 一步步的對應 希望累積民的能量 將來能有機會 掌握機會 就當然當有機會的時候 準備好了 OK 那我就不太 對 那在大家的時間 那我就把來 是正面的 謝謝 謝謝 主任 各位國營院的這個同仁 各位同學大家好 很高興那個 國營院有辦這樣的活動 邀請我過來 這個 我是義不容辭啦 可以解釋學長嗎 是 義不容辭 那我想國營院這一系列的活動 我覺得是整個台灣 整個創業環境 在改造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活動 因為我想台灣作為一個創業社會 從台灣從1940年到台灣來了以後 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創業型的社會 所以你看到這個王武慶的成功 其實就是創業了 有歷代歷代那麼多的創業家 那現在走到今天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創業的社會型態有很大的改變 有非常大的改變 過去的創業大部分都是以資本密集為主的 現在部分都知道知識密集的 而且在過去的情況之下 比較少這種創業 類似這種創業的育成中心 跟一些創投的支持 現在國外的這些創業環境已經非常成熟了 相對的台灣的創業環境還沒有國外很成熟 好 待會我會介紹一下國外的一些創業環境 讓大家知道 那現在不會因為這樣一個活動 我覺得就是把這樣的一個環境再付齊 那未來讓年輕人更有機會 就是有創造更多價值的可能 所以我想今天 我想剛才介紹我 就是過去的經驗背景 所以我過去曾經創業創業 那現在這個公司也都還在 大概一年大概一年六到七億左右 那我其實參與過很多家公司 兩三家公司 那大部分其他的公司 大部分我只是投資 那主要是以參與創業的 擔任這個 總經理大概十年左右的那家公司 大概是我九三年開始成立的 是一家愛西設計公司 那大概這個年紀就跟你們差不多 大概再多兩歲左右 所以感覺很親切 那不過我在開始之前我想 先跟大家說抱歉 就是說我把題目小小改了一下 本來是創投對現狀傳對的重要性 那我把它做一點點小小的改變 那也許有一部分的認知 跟傳統的認知會不太一樣 因為我是兩個身分 我現在是做創投 可是過去我是創業者 而且我現在可能的年輕人還基於營運 所以我算是也是一個投資者 是一個快樂的投資者 所以呢 在這麼多種成分 我的經驗感覺就是 我覺得這個題目要做一點小的修程 後面我跟大家說 有些認知可能太一樣 不過在開始之前我想先來調查一下 在座除了國務院跟老師以外 是學生的請舉手 好像不是全部喔 大概只有一半 好情況下 那不是學生的請舉手 所以也有 所以這個組成其實很好玩 有部分是學生 有部分是學生 有部分不是學生 插載團隊可以聽 跟學生可以 對對對 我講一下我的觀點 這個可能不是跟大家很相同 就是說 我不是很鼓勵學生直接創業 好 那當然為什麼有這麼樣的一個想法呢 也許在我們後面講 就是說 我覺得一個成功的公司 至少應該有 至少前面有四大條件 好 就是你至少有市場 就是你要觀察到需求 好 你知道你有 你的東西要賣給誰 這件事很重要 好 然後當然你要有人才 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你這個人才還是夸得反 把這件事做好的人 那當然人才不是只有一個人嗎 一定是團隊 好 另外呢 你要有技術 好如果這件事情不是你的 當然你還是可以做 那你可以販賣商品 可是長期來講 你一定有一個基礎的來源 讓你的公司的產品有差異化 那 最後當然要有資金 創業成功的條件 絕對不只這個 越大於這個 可是這四個是最基礎的 好 那這樣等於是成功的公司嗎 其實我本來想把成功拿掉 應該只是等於公司而已 才是一家公司 並不是等於成功的公司 好 那你要把它變成成功的 因為這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得很優秀 那我觀察我剛剛為什麼說 很多我不太鼓勵 學生就直接創業 除非你已經觀察到一個市場的需求 很清楚它在哪裡 那我覺得你來去投入成功機率比較高 好 因為我看過很多創業的BP 那我參加過YAF 當過他們的導師 也擔任過他們的評審 那我也在TP5也擔任這個導師跟評審 其實我參加過類似這種很多創業的活動 包括成功會辦的這個文創 我是一個輔導的業師 那我看過很多很多BP 包含我在工作當中 中華開發創投是台灣歷史最有的創投 那很多很多BP都會送過來 我看過很多 那我發現 就是說通常呢 這種越年輕的 他創意越十足 就是他的想法很有創意喔 可是這個創意是不是所有人的需求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要被界定很清楚 這件事情我們講叫做 在中國大陸叫做 剛性需求 就是說有痛點的東西 就是說這件事情 就是社會上的一個問題 一個痛點 你發現了 那你發現他有商機 你有技術去解決他 你找了一群人 找了錢進去解決 那你就很容易獲得成功 可是當你發現說 喔我突然有個idea 叫什麼創意 我有個創意 好 那 這個idea很好 所以我就很想把它做成功 那可能 很有可能是自嗨 就是 你自己覺得很happy而已 那有沒有市場 不一定 好 那這叫hard sell 你在push market 最好是pull 就是這個市場的需求 你自然就跟著這個市場起來了 這是最重要的 那 我回顧一下我當年 在1993年開始創業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幸運 我1993年8月份 開始創業 那 第一年就開始做東西 然後第二年呢 產品做出來 第二年就開始賣錢 第三年就開始賺錢 所以 第二年大概是幾百萬的營業額 第三年就幾千萬 第四年就上億 然後就上去 然後就是 大概第五年左右 大概一年大概十億左右的營業額 那時候有怎麼樣的 我們觀察到什麼樣的需求 因為中國大陸在1994年 做一個很重要的改革開放 其實更早之前就改革開放 只是1994年做了金融改革 那時候呢 就是兩岸的這種 還沒有開放 這個貨物商品沒有開放 可是中國大陸開始 有非常多人開始想做生意 那時候呢 走私 走私最暢銷的三種產品 一個叫黑心 叫黑心 手槍 走私吧 白粉 就是毒品 第三個叫什麼 BB Core 你們知道什麼叫BB Core嗎 你們可能不知道對不對 你們都是手機族群 在手機之前 是有一個叫BB Core的東西 那個時候 所有人都帶一個BB Core 因為手機很貴 通話性很貴 而且很重 跟鑽頭一樣 那大部分都是叫大 為什麼手機叫大哥大 這個大哥大可以拿得 請問來打人的 你知道嗎 那所以都是大哥大在拿 一般人拿不起 都是打BB Core BB Core 用有些電話打電話給你說 誰找你 你再回購一個電話給他 這是數字型的 然後文字型的 你就可以顯示出來 什麼事 你去做那個事 中國大陸第一代要創業的人 他通訊非常重要 所以呢 第一代商人呢 都一定要帶一個BB Core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呢 改革開放了以後 很多工廠 很多這些打工仔 都從大陸 都從內地跑到外面來 他一定沒有手機嘛 那家人怎麼聯絡他 家人有事怎麼辦 一定要打一個BB Core 給他 有事 請我打電話回家 那這個市場有HUGE 那我們當初就看到這個市場 很多人在找這個東西 所以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可能應該有市場 所以我們很開始就開始做 我們花了半點時間做出來 一做出來馬上丟了第一個客戶 然後 那時候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講說跟我們要產品 那時候呢 有一通電話打來 我是國安局長 請你把那個貨給某某某某公司 就是 搶會搶到這個程度 那 當我說我們很幸運 我們也得到一個社會的脈動 那這脈動不見得在台灣 因為台灣在BB Core那時候以前很流行的 已經慢慢進入到大哥大的時代 還是延續的很長 現在這個BB Core常常 比如我來哭 以前是股票機 現在是手機的 不然因為就是說 那是一個時代 那個時代有個需求 那當你觀察到那個時代的需求 你看到去做的時候 大部分那時候做了很多賺錢 我們大概那個年代做這個產業的 10億身價以上的 大概可能超過100 好 一點都不誇張 所以我覺得觀察到一種市場的需求 才是決定你創業很重要的一個動力 就是你觀察到什麼 千萬不要為了創業而創業 說 哦 我想創業所以我去創業 因為呢 有經過調查 平均收入 平均收入 專業經理人是遠高於創業者的 因爲什麼 創業你們看到都是成功 其實失敗了一大堆 好 在美國做過調查 創業者是離婚率最高的族群 好 因爲他有可能就是 花很多時間 在做一件事情 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幹嘛 常常整出鬼沒 然後又把家人的錢 全部借光了對不對 然後最後還不知道啊 很狼狽對不對 其實我有一些朋友 他創業其實也失敗 那 也不再累累 好 但不是說創業不好 而是我說為什麼要創業 你要想得非常清楚 就是 創業的動機 Motivation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做這個創業訓練 都是在做準備 那Everyone 就要去START公司 不是每個人都應該去START公司 所以我想問 講完這樣了以後 想創業的舉手 好 還蠻有勇氣的很好 創業是需要一種堅持 常常是種蘋果得橘子 你想做種的是蘋果 結果得了橘子 大豐收 也不錯 那所以我說 你有一個創業 你就不能去創業 所以你一定要想到 你的創新點在哪裡 大家都做 很多東西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個新的方法 更有效率的方法去創新 所以一個創業不等於創新 就你想說 我應該有一個電動車 那你就去 你電動車怎麼做 那電動車只是一個創意而已 怎麼把 就跟你們做錄影一樣 一個題目 你要怎麼把它完成 那你要創新點 我覺得創業精神 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創新 不然的話 你開個早餐店就好了 早餐店算不算創業也算 可是不在我們鼓勵的創業範圍之內 我們鼓勵的創業範圍 現在在國營運在做的事情 就是鼓勵你要有創新精神 帶動社會進步 這才是真正的 我們要鼓勵的行為 所以你有個創業 我想說 欸我不錯啊 這個早餐可以做 如果你有創新改變也OK 像王平一樣 他的管理其實是很創新的 所以創新不是只有在技術層面 創新很多很多更重要的方式 但非技術層面的創新 才能真正賺大錢 彼得多拉克他的書裡面 常常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你從傳統產業出發去找出傳統產業的缺陷 你去改善他 那會做混亂大錢 麥當勞又是一個例子 過去像麥當勞這種素質店應該很多嘛 BUT 為什麼麥當勞成功 他怎麼樣去標準化 他怎麼去 在選店的時候怎麼選 這是他的標準 像DAIL 以前成功就是做直銷 以前電腦是經過代理商 改變了銷售的流程 這些都是創新 所以我們要創業 有很多人說我沒有技術怎麼創業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其實沒有技術不要緊 技術其實可以找到技術團隊 重點是你技術有沒有創新 你或者Biz Model有沒有創新 所以我覺得創新 才是把創業再往下走的下一步 最後才在想創業這件事情 有的創新是不是一定發生在創業公司呢 其實不是的 任何大公司裡面都有創新 而且大公司的創新可能隨時都在發生 你們不知道而已 IBM裡面有沒有創新 天天都在創新 大公司的創新其實遠大於創業者的創新 這個社會的進步很大部分都是 大公司要往前推動 因為大公司有資源 他可以容錯 容許失敗 好 那當他發現好的機會 他會往前走 所以很多大公司做的東西 他是叫Second Best 不是First Mover 好 大公司在看這個大家在做 欸你們在創新做什麼 哪個東西好啊 欸這人看起來有點樣子 快成功了 好 我做一樣的惡用 超越它 那大公司也常常在做創新的動作 只是說他在觀察社會的改變 跟現在社會的發展 所以 創新是不是一定要去創業 還是說在大公司裡面 將來 剛才沒舉手要去創業的人 也許你還是會創業 可是你也許進到大公司 可是千萬不要忘記 就是說 你進了大公司 你還是要有創新的精神 有創業的精神 那我會介紹你本書 你的杜拉克寫的 創新的創業精神 那本書1985年寫的 非常非常好 在現在非常實用 他總結了1985年之前 30年的經驗 在預測未來的時間 20年間完全都是很正確的 所以你們那可以再看 那有創業了以後 假設你剛才舉手要創業了嗎 你是不是一定要創投 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說創投投資你 它的意義是什麼 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它可能有好壞的兩面 它可以加速你成長 它可以帶一些資源給你 帶錢最直接的就是給你錢 它有可能帶技術給你 帶人脈給你 協助你很多很多事情 可是它是良心事業公益事業嗎 不是嘛 它也想賺錢嘛 創投也想賺錢嘛 所以你只能給它是什麼樣的回報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給它回報 這件事情就很重要 那它回報是多少也很重要 所以 當有些人用很高價去投資 你說 你這公司你才成立好 你的公司價值1億好了 你會很高興嗎 你要很小心 因為它回報要大於1億 你要賺超過1億才能給它 所以引進創投資 你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在第一頁講這件事情 其實是要先理清大家的概念 可是後面我們講的 當然就是站在創投的觀點來講 我前面講的都是以創業者的觀點來講的 那 就算你拿到創投其實你要買IPO 所以IPO大家應該知道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就是說上市 上會 那 我直接先 跳到下一頁 不是下一頁 就是IPO的意思就是叫 說來 成什麼 也就是公開 公開 Kathy 召了 那天自己 公開發費 公開發行 公開發行 就是公開發行 公開發行就是公開發行的公開發行是 crushing 非常清楚 不然他會告你 我就投資一股啊 你的錢用到哪裡去 公安發行是IPO之前的前兩步啦 所以 要不要IPO 每個人都講我要創業我要上市上櫃 結果你發現身不由己 不歸路 創業就是一條不歸路 你一旦創業 通常你要賺轉行 很難 這是你的成本 所以 很多人是多次創業者 那可能是一種 這是一種習慣 也是一種不得已 可是轉行是比較容易的 轉業是比較容易的 Wine Error 創業是不歸路 IPO也是不歸路 也不能說我上市了 然後我要下市 哇 這個困難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呢 當你去 從最早你有個創業開始的時候 大部分就是賣牛奶的女孩 對不對 哇 我開始去想像美好的未來 我一個創業好棒喔 對不對 我可以IPO了 你覺得那是一條很幸福的道路嗎 你要想得很清楚 你願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 當有一天 你可能是一個小公司的老闆 一年一二十億 然後你年薪是一千萬 那 跟你是一個IBM 的亞太區總裁 你管理的是三千人 然後 可以管理 三十億美金的營業額 年薪是 也是一千萬 你會選哪一個 大家想一下 人生追求的是只有錢 視野 自由度 還是什麼 格局 所以 當 我們都是一流的 現在在座的人 應該都是很優秀的 不然不會 進到這裡面來 你們要做的事情 事實上社會更進步 自己創業不一定有機會讓社會進步 可是 到大企業區的舞台更大 也許你可以發揮的功能更大 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想清楚 就是說 有一天你有可能是 IBM的副總裁 總裁 是不是 可是 你今天來創業 你做一個小公司 算不錯嗎 也許不是 也許五千萬 你管五個人 十個人 一百個人 所以我說 我覺得 你變成一個 Private Company 或Public Company 當然格局會不一樣 你的責任也不一樣 那 我會來講說 只有創投 這個事情 你要很清楚 你要 只有創投 你要考慮到 經營理念是不是一樣 不是有錢就好 所以創投 你要找創投 就是 你是找創投 對不對 其實你在選創投 如果你有一定要找創投 你就是選他 好 因為創投 在找你 那 除了說 我覺得說 因為我剛才講說 前面假如你前三個都具備 你要找錢 其實有很多很多 計劃 我想這個主任這邊 這個 閨議員這邊 應該都知道很多很多計劃 可以拿到錢 那 這裡拿到錢的 不一定要找創投 不過 最終也許你還是需要創投 這個後面這個 可能待會秘書長會講一下 就是你怎麼去把這個 資金怎麼做配值 那我講一件事情 就是股權是最昂貴的融資 就是說 你一旦打創投 那你稀釋出去的是什麼 是股權嘛 對不對 那你剛開始就覺得說 因為通常都是這樣 創投最喜歡騙這些 年輕人的小公司 就說 對啊 你們公司很棒 你公司值1000萬 那你說1000萬很大喔 以前我當初 就是1993年 有東西做出來 90年東西做出來的時候 開始在賣 就有一個 大公司的老闆 其實來見過我很多人 TI的亞太區總裁 富吉池的 這個 駐新加坡的總經理 好幾個人跑來找 我們公司很小 一個小圓桌 然後再開始找 我說怎麼 我們這個公司這麼小 不是拼到office而已 跑來找我 他說 你這東西啊 我來幫你們賣啦 這樣子好了 2000萬買一段 小公司2000萬覺得很棒嘛 對不對 我們就掙扎一下 我就想說 他有亞太區總裁 我有一個2000萬的生意 來坐在我這邊跟我講 怪怪的齁 一定不只2000萬 所以我們後來沒有買 可是我們是對的 因為我們後來那個產品 大概至少做 大概25億到30億 得產值吧 毛利大概是50% 所以 他們是看到那個價值 趕快跑來 所以當有個 有個創造的時候 你這東西不錯 對不對 公司估值給你估1000萬好了 你要想得很清楚 因為你一代蓄了10%給他 將來你公司假設可以做到110 這10%代表說10億 你用這10億換了 用1000萬換掉 所以你損失了 9億 9000萬 所以非常貴喔 所以 可是他也不是說 你完全一毛不拔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想清楚 就是說 我為什麼需要他的錢 拿錢很重要 你自己的錢當然沒有問題 Founder 以及創業者的錢沒有問題 可是 一旦要拿外面的錢 你要想得非常清楚 為什麼拿他的錢 所以 我說 第一個你要先想清楚 我要不要創業嘛 那如果要創業 你要成為什麼樣的公司 是 Private Company 還是 Public Company 創業不見得一定要 IPO 很多優秀的公司 這個德國啊 日本很多優秀 歷史傳統優秀的好公司 都不是IPO的公司 都不是上市公司 也不要輕易拿創投的錢 那 這邊介紹一下中華開發 中華開發是好的創投 這個錢可以拿 為什麼呢 待會我後面會講 就是說 中華開發從1959年開始 成立 其實我的公司 以前中華開發有投資 那我也選過很多創投 我選了中華開發 中華開發是 Evergreen Fund 它是一個銀行 所以它投資是可以hold很久 最長都hold了30年 投了30年 任何基金都有生命週期 很多創投的基金 你再看外面再走 其實它只有5年到7年的週期而已 它時間到了 它退錢給這些股東 那你公司 5年就要 要退出喔 你的壓力很大 所以其實呢 這也造成了 這也造成了就是說 後來 其實有很多 這個創投 它都不投新創公司 因為它等不及 可是在美國不一樣 美國的創投 在公司很小的時候就進去了 所以它可以等很久 那等很久的結果就可以賺很大 再舉幾個例子 Google的那個 上市的時候呢 它的原始投資者 這個Segoya是很有名的紅山創投 KBCD Karen Perkins 如果你是在說 這個Internet 相關的 這是巨頭 Merry Meek每年都會發布 那個互聯網的年度報告 它的回報是160倍 Facebook Axial Partners 670倍 然後 Glupon 135倍 Linkin 141倍 Zinga 577倍 DFJ The Red Bull 500倍 在百度 什麼意思 我一檔股票就可以 我可以投的嗎 投499 我失敗 然後一個成功就好了 就Break Even 如果我投的是十分之一 那我就賺翻了 這輩子就賺翻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說 美國的創投制度 跟 現在的 台灣的 結構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說現在 會員在做的事情 沒有意義 台灣的 台灣的 創投呢 在這張圖上 比較偏 後面 中後期 我們如果說把這條 橫線看成是一個 公司的發展階段 就是說 你有一個idea 創意發想 OK 你覺得說我想做什麼產品 有什麼創新點 差一點在哪裡 要去做的時候 是創意發想期 那當然隨著你這個產品 越來越成熟 然後 你開始有產品可以出來了 或者是說你的服務也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找到一個 獲利模式了 那就是一個初創期 我們認為叫初創期 那最終你這個獲利模式 能夠開始 General Revenue 開始可以Break Even 可以養活自己了 然後這次還可以賺了更多錢 就是成長期 那當你發現說我的這業務還可以做大化區域 就是 擴充期 這個時間通常要多長 看 不同的 業態 不同的業態 而且看到你 FIT的需求有多大 那 總歸來講 當 當 有一個投資者給你的時候 他總是希望說 有 有回報 對不對 通常你在創業發想最容易拿到的錢是誰 就是家人的錢嘛 對不對 爸爸媽媽 親戚朋友的錢 另外一個是什麼 Friend 你朋友嘛 同學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什麼 是傻瓜 破 傻瓜才會投你 因為他也不知道你在幹嘛 然後你跟他講一下 他就投你了 所以 這很典型就是有得這幾個 那當然有第四個就是Founder 你自己要賺錢 自己要投錢 那 通常在創業發想其實那風險非常非常大 所以 通常風險是越後面但是越沒有風險嘛 可是當然這個時間有多長 你的產品是變化有多大 你創業發想其實的東西跟未來的東西應該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呢 如果在短暫的時間裡面創投要有回報 在這個時間投資 不像績效都不會很好 那 在 在台灣過去是因為運氣很好 在創投在1990年 80年90年在創投非常好 他因為 產業在起飛 電子產業在起飛 PC在剛出來所以起飛 做任何PC有關的行業都可以賺錢 所以你投資PC有關的產業也容易賺錢 所以創投不用做什麼事情投IG就賺錢 所以他發現賺錢好容易喔 好日子過慣了 就你要很小心 好日子過慣了以後你會發現 現在好難賺 對不對 因為現在創業機會沒那麼多 沒那麼好 所以呢 慢慢慢慢大家集中到哪裡去呢 就希望呢 接近上市的時候 要IPO的時候我再來投資 好 我等不了那麼久 那 上市也讓大家賺了很多錢 現在 中國大陸也是這樣子 那可是在美國呢 他通常不是這樣子 通常美國呢 在計算一個公司的價值 不是用你IPO來看 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人的習慣是 我公司什麼叫成功 成功叫什麼 上市上歸 一戰成名對不對 光宗耀主 哇這是誰誰誰 這個 這個帶生意 你看我們家鄉的人 對不對 那如果有人說 你公司賣掉了 在台灣定義叫什麼 不成功 你公司賣掉 可是在美國創業 反正是80 都是被併購 他的退出都是被併購 就變大公司哪一種 Cisco買了一大堆公司 那一條大道理 就像Cisco 那一條路上的公司 都被他想 或是要買走了 那我有個同學 串過兩次業 兩次都把公司賣掉 第二次賣掉了 應該是賣大概 先進3000萬美金 兩年 他成立的第一天 就針對 有一個好像是做 IC設計的軟體 哪一家公司 舉手 是不是有一個做IC設計 受惠了 有沒有 好像不敢舉手 我的同學呢 大職商博博士 他就 兩年 他就想好這個大公司 定向的 我幫你做一個產品 一開始就跟他講好說 我做出來 你可以買我 大公司就不用花資料去研發 他就等他兩年 當一做完了就買走了 他就退出 後來他回來台灣 他說那個游泳池太大了 他忍得沒辦法 結果他沒辦法清理 就是 因為台灣的退出 大部分都想要了 IPO 那這個造成什麼 創作等不了那麼久 可是如果你在這中間時間就可以被人家買走了的話 創作可不可以投你 當然可以嘛 對不對 你兩年就可以被 被人家買走 我創作為甚麼不能投 所以 台灣要真正改變的是 這就是 觀念 以前都尼為姬手不為牛后 就說我要當老闆 我要當老闆 創業成功不見得是當老闆 其實當老闆不見得是你的專長 你是技術人員 你去管理的人你覺得很專長 就做marketing很專長 就是我能不能找到業務人員去找到客戶嗎 我已經找好了 這客戶就是這個大公司 那我想好了 也許是一個 也許兩個 也許三個 那所以 當你的退出的管道 是 是 被併購的時候 你就很專心 我就把這件事情做好 通常 才不會分析 通常你要 搭一家公司 真的 我以前有一次 那個時候我們東西出來以後 最後有一家 台灣一家百導體大公司 就說 要跟我們合作 授權 要授權 要跟我們授權我們的東西 我就跑去 然後就開始跟他們開會 我就坐下來 我一個人去嘛 那 大概 這個原作 大概一個長條說 大概有十幾個人 從最原始設計的 因為我要教他 設計完了以後 要佈局 Layout 我要教他 測試封鑽 我要教他 行銷 又威北 我要教他 什麼 我都要教他 為什麼 我一個人校長 尖狀中 大部分我最了解 所以我要跟他講 可是我覺得這樣 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覺得這樣 對我們公司的發展 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我一個人見太多的事情 我應該封鎖自己一件事 就好了 可是創業的時候有沒有辦法 你就會想說 我要 很多事情我都要自己拿比較快 而且比較容易 就是能夠掌握 這也是創業時很容易 犯的毛病 不然你說 如果在美國 你可能就不用這樣子 就專心 所以我說 今天 台灣的創業環境 不太好 就是說 大公司 也不太願意 做賓購 小公司也不願意被加賣 那這個其實這個環境是不好的 如果今天這個環境 觀念能夠改變 大家很open mind 公司賣掉是一種成功的榮耀 誰是誰買掉我公司 Google買掉你覺得很榮耀 對不對 Azor買掉你覺得怪怪的 是不是 就是再小一點 你就覺得根本不想賣了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 所以呢 你要去想清楚說 你的退出機制 如果你先在創業的那個時間點 就想好那個 我可以被人家買手 我常常都會問那個創業團隊說 你現在很小 我覺得你要還比我很難 你如果有大公司要買你的話 你願意嗎 我其實我在 不見得是 一定他被買走 可是我要問他 他的心態 大部分從美國回來的團隊都會願意 他說我就是要賣掉 因為很多產品都是一代權王 做完第一代很成功 你準備要上市的時候 剛好往下甩 所以每次說 一上去股價就往下跌 為什麼 你要做第二個產品成功很難嘛 你總要輪輪別人嘛 我不是都是你成功 對不對 你成功完了 然後混他成功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 如果有一個大公司資源 就沒有問題 讓你趕快成功 趕快買你 所以 我說 台灣的 這個 這個 VC的發展 就沒有所謂的 A輪 B輪 C輪 就是說 你 那個 我們 找一些這個 早期的投資者 之後 接下來有ANGEL ANGEL的 通常都是個人 我為什麼ANGEL跟ANGEL發展不一樣 加個FARP 有個基金 表示錢別人的 你錢別人就要還人家 所以他就有期限 ANGEL發展可能很長 10年 可是還是要還人家嘛 ANGEL呢 是個人 通常ANGEL真的是天使 很多 這些成功的大公司 剛才講的那些成功的大公司 背後都有很多天使在投資 都是他們 通常 這些天使都是 創業成功的人 所以他很知道說 我投資你之後 你是一個聯繫人 第一個我贊助你 第二個是我知道你有很大的機會 所以我會 把很多人脈資源交給你 所以 你就更容易成功 當然 你成功 他可以算很大錢 如果他不成功 對他來講 也是一個長期投資 其實是一個人脈 所以很多 這個天使 投資者 他在見這些人脈 也許比如說 你不成功 結果 你在創業 不錯 我就把你介紹給他 結果他們兩個成功了 他的人脈會進行 所以Apple portfolio 是變成很多很多人脈 其實我們今天來參加這個 這個活動 現在看起來就是 你們是一對一 多對一的這種 這種對一 其實更珍惜的 你們要珍惜什麼 你們這群朋友之間的關係 因為你們 每一個人都不同的know how 對不對 你們這個朋友關係要經歷起來 人脈圈對你未來的創業絕對很有幫助 我們有做一個AAMA 就是雅節商會的那個搖籃計劃 北京 上海跟台北的創業家 年一月大概是要一億到三億中間 我們要培育他讓他 變更大 我們找了很多導師 就一流了 比如說 張宏志去認養幾個學生 認養幾個企業家 跟北京再做交流 我們想導師可以教他很多 可是發現導師交的很有限 他們之間的交流才是真正 就是讓他們的企業資源發揮其次的一個關鍵 所以 我們這個人一直在做 那 ANGEL就在做這個 協助你們做這個事情 因為你人脈不夠嘛 你開始穿越你怎麼認識很多人 ANGEL來 我帶你去見所有的人 他的人脈全部交給你 你就能夠 所以呢 如果你們現在這個階段 要找的是ANGEL 不是名字叫ANGEL的那個就可以了 他後面呢 有人脈有錢 有錢也不夠喔 有錢人多的是為什麼要拿他的錢 對不對 股權是什麼 最昂貴的嘛 對吧 他後面要有資源你才給他投資 他能幫上你也忙才給他投資 這才叫天使 而且天使飛的方向跟你的方向理論上要接近 對不對 他說來跟你講我跟你講做什麼 那跟你完全都不相同 那你穿越幹嘛 你幫他打工 對不對 這也不對 不過現在除了天使以外有天使幫 就是說 因為一個個人天使可能這個能力啊 或者說人脈 或者資金都有限 所以很多天使集合成一個天使的方 那去找一些人來管理 那我覺得這也不錯 因為他基本期限比較長 而且他人脈資源是集合很多天使人脈資源 所以他可以教你的東西可能更多 所以 台大有個台大創年會啦 那教大也有嘛 就是各個學校都慢慢有這種天使協會出來 我覺得 對台灣市老師已經 就是說 只有前面只有首尾兩端 現在要把中間慢慢要補齊 那如果這個mindset在改變 我們的ventual capital 我們講風險投資 創業投資 ventual capital BC 以前的BC都是比較天後面的 現在的BC 可以跟ANGEL接 就是說 ANGEL先投前面 然後BC可能在接你 所以 在美國就有A輪 B輪 C輪 其實大陸也是這樣 A輪 B輪 大陸 秘書長可能會跟大家談 就是 怎麼談判的故事 國外的都是用valuations來股 台灣都講一股多少錢 一股多少錢 這有時候很難講 就valuations 工資值多少錢 是可以算的 因為 智慧自然有智慧自然 有各種不同的計算方法 總共來講說 這個 你需要的是哪種投資人 在哪一個階段 你要想得很清楚 現在我們是在前面 可是 未來在這個階段裡面 也許有一些PFound要投資你 可是其實 所謂PFound的意思就是說 一般BC呢 他承擔風險性比較高 他的 投資者 他的LP 他知道這個風險性高 可是他要求的回報也很高 可是一般的PFound要求不高 就是比如30% 50% 他就覺得很好的 通常這種 比如說來自於保險的資金 保險業的資金 或是說一些退休基金 或是很重要的PFound PFound希望呢 他的回報是 所以他 投資比較穩健的公司 比較大型的公司 可是當你IPO之前 通常的規模也都夠了 所以有些PFound就會進來 所以當你去接觸很多投資人的時候 你有要想清楚 他 他代表是什麼 好像都是叫創業投資公司 其實他 規模是這種PFound 那 中華開發呢 是 是 從 這裡 到這裡 我們做得很大 我們投 投很大 比如說高鐵 我們有投資 所以一定因我們是董事 投個30億50億很多 台灣7點公司也是 那我們有投2000萬的 那有比較小的 所以我們算是 因為我們是一個 ERBFound 我們沒有基金期限的問題 好 那 接下來講一些比較 Logistic的東西 就是我花比較短的時間是說 當你在 在邊界創作的時候 創作會問你一大堆問題啊 什麼的一些東西 那 創作是怎麼評估這個創業投資人 我寫的這個東西是一個鋼藥 那為什麼要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就是說 當你在想 要面對創作的時候 創作就叫你行BP嘛 可是其實 這件事情應該倒過來 就是說 你在創一個新公司的時候 這些事情你本來都全部要想到 這些事情你本來就該做的事情 不是你要 找創作的時候才要做的事情 創一家公司 它為什麼創作用這樣的 標準來檢核你 其實它就是說 你有沒有具備這些東西 所以 你們 在要做創業的打算的時候 或者是你不是創業 你這樣進了大公司 你去看你那家公司的時候 你要把自己的 格局 跳脫開 你的小小的專業之外的時候 你要用這樣的方法來看 有時候你可能繼續當一個工程師 你當一個 行銷人員 可是你看到全公司的運作 就是說你去檢核一下你們公司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首先呢 就是產業趨勢 就是 你有沒有最 作對行業 人家講說 男怕 入錯行 女怕 嫁錯郎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 現在其實 男女沒有什麼差別 反正都是入錯行 就是你 家屬老公也是入錯行 就是說 產業選錯了 再強的能人能力再強 都無力會跌 對不對 你看像紅線要一直往下摔 你說 它裡面沒有人嗎 能人很多啊 行業趨勢是這樣子 沒有辦法改變 除非你要轉型 你要怎麼樣 所以 行業趨勢 所以當你要投身到任何一個 選任一個 標的物的時候 你看這個行業 是不是一個 昭陽行業 還是 西洋行業 西洋行業 西洋行業的方法 不是說西洋行業不能賺錢 有時候西洋行業 是兼併重組 Constartation的時候 所以你要去整併 所以變得很好 西洋行業 比如說台灣的紡織業 巨洋 本來說 紡織業不行啦 他找出一個模式 他現在虎王 前刀虎王 就是紡織業也不錯 所以 產業趨勢 很清楚 所以當大家去 提BP的時候 你自己 你對這個產業 市場到底怎麼發展 一定要知道 不是局限在 我要做這個產品 我要做一個投影機 投影機市場長怎麼樣 你都不知道 那你做這個市場幹什麼 一年多少 競爭者是誰 你的產業位置是什麼 他的關鍵 關鍵成功要素是什麼 你真正都要弄清楚 那通常我們都要去看 一個好不好的市場 就看他成長性 就負額成長率 年負額成長率 Ager 通常我們會設定 年負額成長率超過15%的 創投 才會有興趣投 這個市場的年長成的 低於15% 低於15% 就是一個 不是高成長的行業 如果只有35% 那就是一個成熟型的產業 可能隨時要命停衰退 那這個你再投入 你就等他衰退嘛 以前我有個同學 在做ISDN 在做通訊 ISDN 那那段 有一段時間 你知道嗎 以前那個 波階式的那個是 很慢很慢 24K多少 他說 我這個是100多K 結果後來就 Propel一出來 幾個就把他幹掉了 產業趨勢走錯了 就是完蛋 所以 所以我選擇投資標準很重要 產業競爭很重要 現在這一大堆 所以在中國大陸 通常創業者最容易被challenge的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idea不錯 你這個都不錯 好 那如果 那個騰訊做 你怎麼辦 他們都會問這幾個大問題 這些大的公司要來做 你怎麼辦 就是產業競爭的話 你想很清楚怎麼避開這些競爭 那 不是說 就是說大公司永遠都會贏了 很難 就是說 其實 你們可以看很多公司 那個熊平德也好 或是說 這個有很多人寫 Garry Hammer的競爭大會 裡面有寫說 小公司怎麼去打贏大公司 你會去看這些數 就 這個 Komatsu怎麼去打贏卡爾格拉 這有很多很多故事可以看 就是說 你怎麼在小公司 找出一條路是很focus 然後 切到大公司很難轉型的那一點 就他機構要怎麼轉型很難 所以最後你會贏 他去眼睜睜看你長大 所以 產業趨勢裡面 就是你要看很多 當然不只這些 那 另外就是我們會看團隊 很重要的就是團隊 為什麼 這公司呢 現在講的東西 很可能都是 都是 跟未來都是有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 你現在是產業變化了 你沒辦法 對不對 或者說你的團隊人員 或者是沒有什麼變動 所以我們會看錯你的團隊 為什麼要看錯團隊 團隊本身就是說 他有能力呢 應付所有的變局 這個很重要 而且他對 這個事業有扛民的門 就是說 不會說 碰到錯誤了我就跑了 那完了 我投資大家就完了 變成我來接怎麼辦 對不對 然後團隊之間合不和諧 這也很重要 那你們這些核心能力 分工怎麼做 有沒有核心能力 有沒有分工 會不會將來說 公司打到話 幾個 完蛋了 對不對 有沒有看最近的那個 什麼海闊天空 那個電影片 有沒有看 有看過一首 國蘭花 大陸的 描寫大陸創業家的 很值得去看 那個在大陸叫中國創業家 那個是 這個新東方 在美國上市的一個公司 台北天空 你就去看一下 那創業的歷程是怎麼樣 很好玩 那個就完全符合我這個東西 市場趨勢 團隊 這全部 你可以看 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他是做美國留學的 教育的 中國大陸的人 很多都想美國教育 所以他就 他本來在大學裡面當教授 就 可是大學非常僵化 然後最後他自己在外面接補習班 就被大學開出 結果他就被迫 就出來開補習班 就越開越大越開 全中我最大的補習班 然後就到美國上市 那他就很多東西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 你都要看 就是 團隊 第三個 大家就會看到產品跟商業模式 這件事情其實 往往大家想的東西 都知道說我要做什麼產品 我要什麼產品 可是我說 還是要從需求端出發 還有一個是說 我做出來以後 我能不能 很容易規模化 如果說 我今天做個精雕細索做一個產品 然後我規模化不行 那也是個問題 那獲利的持續性 就是Standable 你像ZINGA 前陣子很紅啊 Facebook遊戲對不對 那結果你現在在哪裡 不見了 都好像滑了 所以有時候那種一炮頭頭的東西 你還是可以做 可是你要去想好 在你一炮頭頭做什麼事 所以那個Draw Something 最好玩 對不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玩舟商琴 一下就把公司賣掉了 對不對 他也知道說這個東西可能不持久 可是 對我們創投來看 如果是這種公司 我們不會投 所以很多遊戲公司 我們是不投的 遊戲可能 比如說三國遊戲很紅 那它紅起來了 接下來又變成一個魔獸 這個就下來了 我們怎麼敢投這種公司 所以我們投的遊戲公司 是投什麼 平台運營公司 就是不管你誰來遊戲給我 我是一個通路商 今天你紅 只要有人紅 有人玩遊戲 就屬於我的 這個遊戲平台公司 我可以投 那你可以做遊戲 沒有問題 那你可能賺一票錢 一桶金 撈了走 那 可是做創投是不行的 那 當然 很重要還要回到你的 就是說 我們這些東西都有了 市場也有了 團隊也有了 我跟別人差異在哪裡 我怎麼設定進入障礙 這進入障礙除了技術的 有什麼商業的進入障礙 有什麼樣的進入障礙 都要去設定那種進入障礙 創投在看的就是說 通常都說 你領先多久 就說你這個案例不錯 你東西也做出來了啦 那 大概距離多久 半年 一年 還是多久 還是其實現在已經很多人在做了 就說你想好了 現在很多創 年輕人創業都用服務型的創業 我有一個ID 我加一個網站 我要幹嘛幹嘛幹嘛 做這個服務 很好 good 那其他任務員工是絕對不錯 我再copy一個 就完蛋了 是不是 所以 那個 當你 這個差異化不大的時候 你要小心 可是 現在呢 差異化的來源 很多來自於是什麼 社群 就是你在Facebook 累積一些粉絲或社群的時候 這個差異化又來了 好 像我知道有家公司叫iFit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有沒有關注他 身材比較胖一點 我會關注一下 那個iFit 那粉絲團呢 上線幾個月兩三個月 粉絲就變到30萬 這個 減肥是 女人一輩子的功課 所以 很多人就會按讚 然後他開始賣東西 賣產品 自有的產品 所以成長非常非常快 那 你說賣減肥產品有什麼 那個 進入障礙 可是他用他的粉絲去黏著 所以你通常你關注他的時候 就是減肥的東西就會關注他 他用媒體去黏著他 所以他的進入障礙其實很高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關注的是財務透明度 就是說 你也很多創業都隨便 都隨便啦 這個錢無所有 我先跟家裡借的都不要記帳 然後什麼什麼 這都是有問題 創作不會投這種公司 你如果要投的話 你要接受一件事情 所有的財務都要變得很透明 然後另外考慮我們的退出機制 怎麼樣退出 IPO是一個賣回 並購 轉手 就說你們願不願意 所以在美國的這個 創投的跟那個 被投資的合約是厚厚的一份 台灣只有兩三張 因為台灣只有IPO 什麼都沒有 因為當你要賣回去 有很多條款要設定啊 你被人家並購 優先權怎麼設定 有很多條款要設定 台灣沒有這種東西 可是我覺得 台灣慢慢要進步 把這件事情要補起來 那這個創業生態才會完整 那這個投資流程呢 就是 通常 創作內部的一些流程 跟你們也有關 可是我覺得 你們要很小心 就是說 通常很多創作來跟你們談 就是說 我要投資你 你幫你講一下你的東西 通常就 趕快辦理的時候 18班五一全部講完了 對不對 所有的鴨嬌寶全部講完了 講完理由他又不投你 那 也許你有一些弄好 就 就流出去 所以 不是說創作都會這樣做 不是這樣子 這是職業道成 可是你要小心 所以 當你 你還是 都必須要把一些 基本的東西講出來 可是 你 你很關鍵的東西 你還是要簽保密協議 核心的技術 還是要簽保密協議 那 不要輕易給很多資料 好那我想 創意只有一件資格 常常 這個創意你想到了 你做一點點 可是 當別人講到 他做得比你更快 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有保密協議書 通常 如果他真的想要投你 你也在早上投你 最好 叫他簽一個意象書 確定他是真的想要投你 為什麼要意象書 就是說 很多人可能會來找你 很多創作人來找你 商務給創作人來找你 你要確定哪幾個人是真正有意願 才願意真正跟他 因為你的時間很寶貴 所以你不要浪費在太多人的身上 那你去評估創投的時候 待會我後面會講 你怎麼評估他 那收到這一項書 哪些人你才跟他深入談 那 通常呢 我們就會提出一個叫 Turnsheet 就是說 創投提供一個 投資你的條件是什麼 那 台灣有很多創投 這個都 用嘴巴講一講 我覺得那都不對 說你沒看多少錢啊 股價多少錢啊 然後抄一抄就回去了 不正式 國外是有個Turnsheet 這個 把所有的投資 準備投資的條件 大致的條件寫下來 裡面包含 比如說 價格是多少錢啊 我們講Variation 就是說一個公司的價值 而不是一股價格 然後Variation是多少 Preference 就是沒有什麼優先權 就是退出的優先權是什麼 在後面有很多程序 有沒有給我同事其次 要不要鎖股 要不要跟手 當你原始股東賣掉的時候 我會跟你一起賣 Redemption 就是說 當一段時間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買回 這有時候是雙方的權利 有時候你覺得公司 你可以買回啊 或者說他覺得你公司不太好 然後賣給你啊 就是說 這個Redemption 或 Exclusive 的period 排他期間 就是說 比如說你在跟這創投談的時候呢 不能跟其他在創投在談 這個反正就是有一些條件 弄完了再往下走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緊負的過程 也許沒辦法說 大家一次說的創投 人會說這樣 可是當你們有這樣的概念 未來你們都可以問他 你有沒有turnished 有些人就是 因為你們不知道嘛 所以他就 沒關係我嘴巴講一講 那時候 自由權在他 turnished就是這個commit 他sign 就說我準備提這個條件 那如果你全部都跟他談完以後 理論上他只有講yes or no 不能再重新談 不然這樣再調一下好了啦 或什麼 那就跟 買菜了啦 對不對 我們公司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不對 就是 條件談好只有yes or no 我要投我不投 通常就不會再改 後面其實說 接下來 噴訊如果你接受 你覺得說他提的條件還不錯 你覺得這partner也不錯 接下來就進到 什麼叫 DD Due diligence 他就會到你的公司 跟你演所有人的面談 去了解你的產品 你的know how 很多很細節的東西 對你的產品 兼者分心股權的組成所有的東西 你都要攤開給他看 台灣有時候不喜歡 就是說 給他講這些東西 那原因是什麼 前面不做好後面 當然都不願意給人家看 對不對 那這個生意怎麼做得成呢 對不對 前面保障越好 給他看 全部給他看 因為 這是一個長遠的 就是找 找partner 你找partner嘛 對不對 大家 不了解而結合 那因了解而分開 這樣很好嗎 當然不好嘛 對不對 所以 結婚之前 了解越多越好 不過很重要的 有些事情可以不要講 四方前多少可以不要講 就是 有些了解的程度 還是要 還是要到一個程度 才來結合 對不對 所以 所以DD這件事情很重要 當然也不是說 everything 全部都有報告 說很有必要 有些可能要保障 不過 基本上要配合 那在這個之後呢 他們會內部有個投審會 投資審查委員會 跟董事會 因為他畢竟還是一個公司的主持 所以他決定要做投資 一定要經過這樣的流程 那這就有業種弄啦 最後就會跟他簽合約 破款 通常 這些 他意大利合約 所以呢 千萬不要 你下個月就需要錢了 你說我趕快來找創投 我錢不夠了 我趕快來找創投 問希 你知道嗎 財務規劃的能力 就是創業很重要的能力 所以 就算你現在不需要錢 你都要認識很多創投 保持那個關係 有很多資訊 你可以問他 反過來問他 你知道嗎 因為 他也想跟你維持關係 因為有一天他想投資你 所以呢 你跟他維持關係 雙方都有好處 好 而且因為平常就已經了解 所以這個時間可以縮短 很多東西他就不用再重去問 不用重去查 他就很快就沒辦法 好 不錯 你也必須發作 我早去看好你 對不對 唯一是你不讓我投 那接下來他可能就很快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投資流程呢 平常就是要 跟創投維持好的關係 維持好的關係 不是說真的只要他的錢 而是要 你 剛才我講創業很重要的 你要了解產業趨勢 那通過他可以了解很多產業趨勢 好 那 接下來你要怎麼選創投 這個 創投投完了以後 都投完就結束了 投完說 好 拜拜守部長 你們幫我賺錢吧 對不對 每天拿個鞭子抽你了 對不對 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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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這個創投不要也罷 對不對 錢都長得一樣啊 蔣宗盛、孫中山都長得一樣啊 為什麼要他的錢 所以創投也要 可以做什麼 所以你要找到創投是可以除了錢以外給你的 Smart Money Smart Money 不管是Angel也好 都是Smart Money 就是 Angel 不能說名字叫 我是Angel 就給你倒 不是 就是你要知道他後面的connection是什麼 他專長是什麼 你通過聊天或者你就知道說 你對這行業了不了解 所以呢 首先呢 他願意定期來參加公司的狀況會議 不管是不是董事會 你可以邀請他 非正式也沒關係 就是說 聽聽他 對業界的看法 對公司的看法 你不見到照單全收 可是 畢竟 他願意講這些東西都是時間 都是know how 你可以選擇新的吸收 第二個就是說 提供產業資訊跟產業報告 就是說 如果是創投對這個產業都不了解 他投資你要很小心喔 對不對 因為你要花很多時間解釋給他聽 他才了解 那我碰過很多都是這樣子 就是 一開始就說 很高興 誰誰誰投資者投資他了 什麼建設公司老闆投資他了 哇好高興喔 建設公司很有錢啊 對不對 後來說 建設公司老闆就說 我都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搞了一年到底在做什麼 他就跟他講老闆 你還是聽不懂 老闆說不行 我要退伍 完蛋 建設公司 他也對不起 到處找投資人 這種我也夢過 所以 他不懂產業 你叫他投資 除非你爸爸媽媽 就是說沒關係 兒子 加油吧 對不對 不然你要很小心 就算你親戚朋友都一樣 你親戚朋友投資你 他說你在做什麼啊 做了三年到底還是什麼 剛才賺錢 對不對 到時候你 人言人語都受不了 我跟你講 最好他還是要知道你在做什麼 所以 了解產業很重要 那最好他還可以給你產業訊息 產業報告 都可以給你 你立於不半之地 為什麼 其他人沒有拿到創投的錢的時候 他沒有這些 報告 他甚至把競爭的狀況都跟你講 你是不是更容易成功 對不對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 引建產業人賣 上下游資源 就是 他可以幫你介紹很多人 而且甚至說 你要見什麼客戶 比如說你有個東西要打進遠船 我們就是遠船 中華開發 就是遠船的大股東也是董事 所以你要打進遠船 我約人啊 很容易約誰都約人到 基本上 中華開發是沒有約不到的人 買酒應該辛苦一點 其實 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大家會respect你 因為我們投資 過去投資過1400家公司 台商 前100大 60%是我們投資的 台積電 連電什麼都投資過 尤達什麼都投資過 我們現在還有320家公司 在手上 哪些公司我們 聯絡不上 絕對有 很多都是董事 董事就是老闆 他們總經理說 董事來了 我昨天就去一個 南部很大 鎬鐵場 有那個 遊樂的 某大 牛 就是跟他們談 跟我講說 這個怎樣怎樣 他們規劃是怎麼樣 很好 我看 我們有沒有什麼投資物 可以跟你合作 這你要有資源 沒有資源其實 你說 他就是每天在那邊 吹你沒有用的 那你要引介財產資源 上下有資源 要公司的能見度 因為這樣就提高了 因為一大堆人做一樣的東西 對不起 我跟遠章關係很好 所以他就會用你的東西 結果你一用就是加速 因為你更知道你 產業的方向 所以你會保的更快 那後期的話 就是幫你協助財務規劃 幫你上市櫃啊 這些東西都很需要有專業的人 你不要你花太多利息在上面交給專業的人來說 他可以幫你做的話是更好 還有一屆人才 就是剛才我講的 他可能有很多投資戶 對不對 然後 這些人不錯 他發現你有需要他把你接過去 這個事情 他也能夠做一個事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 常常在做的事 就是危機處理 公司不是一帆風俗 創業公司 95%都會倒閉 那 是不是95%都該倒閉 可能不一定嘛 可能也許90% 80% 其實10% 15%可能是 本來可以救的 可能轉型的 可是他沒有一個好的人幫他當advisor 沒有辦法協助他 他可能過早放棄 或者是 他沒有找對方法 所以其實創業的成功率是可以提高的 But 你沒有找到對的人就很難 所以你 希望大家不要成為95% 那5%就好了 可是不幸有一天你都要95% 如果你找到好的創作 你有可能 改變 專心 好 所以 像我知道 有一家公司最近有一個創業者 我認識一個創業者 他就是 經驗很辛苦 最近又賣給原傳 又賣給原傳 用一億賣給原傳 賣給他以後當然很不捨不得 因為他自己創業的 可是 因為他公司已經 薪水已經發不出來 結果賣給原傳以後 他海過天空了 因為原傳把一個部門交給他管 哇更大 他感覺還是在做自己的事業 應該蠻不錯的 那 中間你也有很多什麼減資轉型啊 或者缺貨斷貨營 現在像我 我們當初在做愛設計的時候 我們缺貨 怎麼辦 我們在中心半導體投的 我們要交貨給HTG怎麼辦 來不及 本來兩個月的你知道嗎 就透過一個創投 發一個mail給張虎晶 張虎晶是不是 那個中心半導體的喜意 張虎晶又回一個mail 這個project非常promising 我們會儘快 20天就出來了 創投有這個力量 所以我說 你還是要找到對的人 才能夠協助你 處理危機 那創投的退出是很重要的 我先跟你講這些 通常很多創投不會跟你講退出 因為退出是一個 分道揚標的開始 剛開始他說 喔我要幫你幫你幫你 喔你賺錢喔 開 而養肥了 就是要 傻子 對不對 就是 就是他要回收 可是回收他不是從你們市場拿錢 他可能從市場拿錢 可是市場怎麼拿錢 市場你拿到越多的錢 你壓力就會越大喔 你看我講的 當你 價格你股價 像愛情公益 飆了200塊對不對 現在 喔一跌下來跌到140塊 很多人在罵這個創業團隊 可是其實很多賣股票的 都是那些 那些投資者 都從200塊開始賣了 哇 他有說 你賣多少錢 198 去 對不對 你懂意思嗎 他說 他還是要退出的 所以你跟創投之間的關係 你要想清楚 他的hold period有多少 然後 他急不急 他會不會在你 還沒成功他就想退出 會不會說 你上市他馬上就要退出 這個東西你要想清楚 所以 你一定要問他說 每個人都說 我創作怎樣 請問一下你們基金年限多少 這是很專業的問題 大活的問題 你問他會嚇一跳 因為很多基金他通常是5到7年 他跟你談的時候他可能在第3年第4年 他怎麼投你啊 兩年之後他就開始 要不要上市啊 要不要上市啊 我就參加一個董事會去 上個上禮拜去 北京參加一個董事會 就是這樣子 就是bossi他有個bossi 然後就對方說 趕快上市 公司可以上市 趕快上市 我們就覺得說 還不夠好 不急著上 可是他基金年限要到了 他說趕快上市 趕快上市 因為他不得已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基金年限是多長 那 像台灣的 Airbnb很少 很少 中華開發是 是維二的 Aero Green Fund 維二的 Aero Green Fund 那還有Corporate Fund Corporate Fund就是一些企業 像HTCR 素質的這些 當然 給他投他也是Aero Green 不過你就會沾色彩 所以你要小心 有好也有不好 你要自己決定 如果有一天他可以把你買走 我覺得比較好 可是通常 你想的跟 他們想的不一樣 因為 台灣的Corporate Fund 不太是做Strategy Investment 他們做的還是Financial Investment 所以 所以他不會把他的 這個 Corporate Fund 結合在一起 這是 我覺得 現在他們這些企業 面臨困境的其中原因之一 就是 HTC為什麼沒有創新 他們投入很多公司 但沒有在公司內部策略做整合 理論上他應該是最有能力整合這些App的人 做一個自己的Storm 對不起他沒做 可是他投入一大其他 就有人很奇怪的公司 所以就是說 Corporate Fund 你要想清楚 他有沒有Corporate Strategy的意義 還是說其實他就是假 Corporate Fund的名 說我可以帶你很多資源 我們HTC 明天HTC 傻眼了 HTC要投資我 每個人都說 太好了 我給他投 就發現 什麼事都沒發生 Nothing happened 所以 Corporate Fund 有Corporate Fund的好處 你要問清楚 未來 有可能跟他的 哪一個部門 能夠展現 怎麼樣的合作 最好他show off一下 來啊 可以嗎 先帶一些認識一下 對不對 看看有什麼生意先做 先做我們女朋友 要不然女朋友再來結婚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說 基金連線你要問清楚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我剛才講 分到楊彪這個事情 就是他一定是逢高退出的 沒有人要逢低退出的啦 對不對 所以呢 可是越高 你的股東就表示有些人拿到很高的價錢 本來我是A股東 我把他賣掉 賣給B股東 這個股東就變成你的股東 他拿了很高的價錢 所以為什麼 那個金周刊是不是有一個 一個小股東的告白 對不對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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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就是 砸了一兩千萬 去買那個宏達店的股票 從八百塊開始 買買買買 一直買買買買 那兩百多塊 一直買 他還是要攤平攤 他越攤越貧 對不對 哇哇 剩下性命都在上面了 那你是王雄 這是你的錯嗎 公司沒辦法嘛 可是你要買那麼高 那怎麼辦 所以你還是有責任 所以當你一旦上市 股價就是你的責任 可是你不要去互牌 你就把公司經營做好 可是這個總歸來講 就是你的責任 所以 創投今天如果他就是 在逢高賣出 像我們 厚了很久 我們進去的話 就是說 當然高點我們有可能會賣 當然高點我們有可能會賣 可是我們會看 不影響公司 你賣 等一下賣就不能賣 因為這公司壓力很大 到時候要做錯決策 所以 我們一定會跟公司商量 我們不會說 不要跟你講 然後脫路賣掉 不好意思喔 賣光了喔 我們不會這樣子 我們一定會跟人家說 我們參考一下 公司未來發展需要什麼樣的錢 然後 我們有沒有要在融資的計劃 對不對 我們下一個新的產品生物 我們會 比較了解的狀況之下 來去做這樣一個對組 要規劃 後面寫一個簡單的這個 上規的條件喔 你們看一下你們 距離上規有多遠喔 五千萬資本額 設定滿兩年 新貴半年 獲利四百萬以上 小股東三百 兩家特性 其實不難 一點都不難 其實如果你做罪生意 這個一下就到了 這很容易 可是這只是 minima的門檻 大部分都要遠超過很多 所以大部分的資本都一 然後獲利可能都要幾千萬這樣子 這個你要想一下 那 不過我還是強調 上次上規不是 上次上次不是唯一的選擇 那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轉手 所以我說要適當的 variation 設計 你這一輪的投資者 進來的成本 跟下輪的投資者 不要差太多 很多人都說我公司很值錢 我就越賣越高越好 你現在賣很高 因為通常是這樣子 我進來的成本很高的話 我投資者 我是A輪的投資者 我進來成本了 公司值 5億 然後你現在如果要融資 你公司價值一定要高於5億 你如果低於5億 表示我虧本 所以他 就不容許你低於5億 可是如果你公司剛好只值2億 怎麼辦 有人想投資你3億 那進不來 懂意思嗎 所以 所以呢 你要跟這個投資者講 你不要說我公司賣越高越好 所以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當初BC Home 跟奇摩 奇摩後來跟Yahoo 合併了 當初在2000年的時候 很多創投都要投他們 股價他一直往上炒 奇摩說 125塊 去營定股東 就營定很多股東 那要拿很多錢嗎 張宏寺就在想 這個都是張宏寺講的 他分下很多 他說 他在想 我公司有值這麼多錢嗎 好像沒有 我為什麼會值125 我都不知道 你們為什麼要125塊買我 所以他用什麼 25塊發了他的股份 25塊 結果後來的結果就是什麼 就是 張宏寺他 必須我可以一步一步的再繼續找到新的創投 因為25塊的成本很低 對不對 下一步的創投他賣30塊也OK 40塊也OK 都會有人越來越接 可是你前一輪125塊 說我要賣50塊40塊 前一輪會同意嗎 絕對不同意 他如果不同意就很麻煩 裡面董事會在那邊吵架 乾脆賣掉好了 就病走了 所以 不要把自己身價提高啦 懂嗎 在封口浪尖的時候要懂得了解自己 合理 那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退出有可能會賣回一個經驗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這也不失為一個好的方法 就是說 經驗團隊就設定一個買回的時間 合理的價格 把你的主導權再拿回來 因為這公司你的嘛 你主導權拿回來嘛 你要設定一個經驗 賣出去 嫁出去女兒 潑出去的水 永遠不要回來 不可能吧 因為有一天我們在爭執 你就很OK 那另外一個就是併購 好不好 要想清楚 願不願意給人家併購 那清算 當然不願意啦 不過有時候 你要想清楚 就是說 在清算的時候 公司有什麼價值 所以你要把很多 公司平常在 經營過程當中 該留的東西 要留好 說我很有 我做過什麼 對不起 東西在哪裡 資料在哪裡 都不見了 智慧產生的管理很重要 你把你的智慧產生的管理很重要 智慧產生的管理好 將來你有一天 萬一要清算 要什麼 固執說 你看我的資料在這邊 我的專利有多少 什麼都很 整理很清楚 你就很容易賣 說不定也不見得會賣人茶 那最後呢 就給大家分享一句話 Opera的一句話 我現在Opera大家都知道 Talk Show的 很有名的作品 他也對 Style Hall的學生 也做了一些演講 那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說 他說人生的最大秘密 就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秘密 不管你的目標為何 只要願意付出心力 沒有達不到的事情 現在我們在做的 各位都在做一個學習 我覺得這個學習很好 不管你未來想做什麼 創業也好 專業經理也好 Whatever 只要願意付出心力 天下沒有白色無差 Foot your effort 你就會得到回報 今天到這邊 謝謝 本來應該有Q&A的時間 我沒有想到這個時間 好像過得很快 那 有幾個 有幾個問題 就是可能一兩個問題 有沒有人有問題 來 柯同學 你說你不鼓勵學生 你說那個 剛剛一開始說 你不太鼓勵學生創業 那你 那個 我們假如說我們大學四年 然後唸到碩士班 然後再放兵 這樣子 再來 投入創業不會 年紀太老了嗎 因為其實 美國有一派的創作的頭 會爛頭的 都是 很年輕的 創作為三十歲以前的創業家 那 我們其實如果到 當晚屏可能都已經二十七八歲 如果再找完產品 會不會其實以前對於創作而已 我們創業家的年齡其實已經很晚 OK 好 這我再補充解釋一下 就是說 其實 創業越早越好 是對的 因為機會成本越低嘛 對不對 五十歲創業年薪已經五千 五百萬了 對不對 你每年就損失五百萬 那 創業成本這個機會成本 是很高 沒錯 越年輕的時候 創業越好 不過 你創業的資源是什麼 憑什麼是你來創這個業 你要想清楚 對不對 所以我為什麼說 鼓勵年輕人創業 其實主要的背後的原因是 你擁有什麼資源 你有什麼人脈資源 有什麼產業資源 其實通常都是得到多主 就是說 你如果想創業 你用意識想創業的話 那你 畢業當完兵之後 你可以去到產業裡面去理念 多認識一些人 這些可能都是你未來創業的夥伴 你現在的夥伴都是在同學裡面 還不過廣 所以你要累積資源 其實不用久 其實當初我也是 就業兩年以後 就創業 就我們創業 就是我們那些以前公司的同事 各種人馬都有 技術的人馬 業務的人馬 全部就成軍 就是你要 累積足夠的資源 再來創業 這句話應該修正成這樣子 通常我不鼓勵的原因是因為 很多年輕人還沒有準備好 就想創業 所以我強調一件事情 不要為了創業而創業 想清楚為什麼要創業 還有沒有 那個 謝謝 好 請問一下那個關鍵您剛剛講到 我們在創業前需要 評估市場的需求 所以 實際上是 市場有這個需求 我們才開始來做這個創業的事情 那我們在評估市場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去請 一些公司幫我們做市場分析 那你怎麼評估這個市場分析呢 他做的 爆料好 做不好 通常 我是 不相信那些 做市場調查的 因為我知道他怎麼做的 因為我們有投資一家市場調查的公司 我跟他滿熟的 我覺得 市場需求是不是已經存在 我覺得 需求這兩個字叫需求 需求有很多可能是沒有被滿足的 所以叫剛性需求 沒有被滿足 你去滿足他 那只是 這個需求 你怎麼去觀察出來 我覺得有很大部分 你說從市場調查或什麼 這是一個參考 對你來講是一個參考 就是 有些人這樣觀察 可是通常是約熱門的 通常你要很小心 那可能都是泡沫 那你最好是到業界裡面去 去問你的客人 如果你是2C的 你就要問問看你的2C 對不對 就是你要抽樣子 對不對 2B的你就要去問 問那些廠商 對不對 那你問話當然很有技巧 不是說 這你要不要 對不對 不可能嘛 對不對 你現在生活有什麼需要什麼東西 你用一些方法去 我覺得情報力 一定是第一線最有用 那當然你要找到標竿的 benchmark的對象 不要隨便找 找出那個取樣率很差 所以你要取到 你取樣也要有取樣的方法 好 取樣的方法 所以 我覺得調查報告不是不能信 我覺得 長期趨勢的觀察 還是要有 那在彼得多他這本書 我覺得有寫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 創新的方法 大家想創意 創意好像無厘頭是不是 其實不是 創意是有方法 他有告訴大家 七大方法 有規律的方法 去形成創意的來源 比如說 預期以外的成功 沒想到什麼東西突然很成功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有個社會需求在裡面 預期以外的失敗 這個東西本來應該要成功 怎麼失敗 一定有一個需求沒被滿足 他有一些邏輯性在裡面 所以 大家來看這個東西 就是說 還有一個是人口的變化 老齡的社會需要什麼 這個我覺得就是說 都很好參考 你們可以 多看一下這本書 非常非常推薦 雖然是1985年的書 我在很多場合都推薦大家 謝謝郭雪梨 非常精彩的演講 郭雪梨 他這邊給了大家很豐富的 如何跟創合的 那你該注意什麼 那這個圖影片 我想我們的內容 會放在我們這個 應該可以放在 我們的網站 讓大家來分享 剛才郭雪梨 其實講到 我開頭印象最深刻 就是他 講那個BB Code 他的創業的經驗 那我們知道我們在做這個 你們參加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都讓你做什麼BPM 九功德之類的 那我在學校教創業創新的課程的時候 那些派副長 管理學生想要把東西簡化 那我通常就缺乏學生兩個東西 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你要創業的時候 你想想看市場在哪裡 剛好呼籲那個 郭雪梨剛一開始講 你有沒有市場 東西沒有市場 不可能賣出去 一個市場 第一個是 你的競爭都是在哪裡 就想這兩個很簡單的問題 沒有什麼優勢 對來你跟你想風的時候 要出來創業 你跟你想風的時候 大概再看看 你準備好了沒有 那這準備好了沒有 剛才郭雪梨也講到說 這個團隊很重要 那團隊還有 內容 walking 他特別講內容 walking 那內容 walking 團隊是你們自己 你騙一個團隊 剛才講這個內容 walking 內容 walking 包括跨團隊的 那為什麼我因為要辦這些活動 我說後面是一系列的 這個 輔導的課程 輔導的過程 那個過程裡面 可以讓你認識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這個團隊 這些將來都有可能是 你創業過程裡面的 一個貴人 另外除了這些 彼此之間 你們來這家活動 彼此可以認識以外 最重要的 他剛才不是說過嗎 你可以現在不需要創業 但是將來有一天你可能需要他 你要睡 你要認識他 那今天那個我們請郭協力來就是 將來你可能有機會 或者有需要 要去再找郭協力 所以保護機會 等一下休息的時候 好好給他這個 換一張影片 OK 好 謝謝 那我們下次熱烈的這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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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